在一个平凡的小镇上,张雨昕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,尽管家境并不富裕,她却一直坚定地追寻着自己的梦想,从小就对表演充满热情的她,经常在学校文艺会演中担任主角,锻炼了自己的台风和演技。 此外,她还会在平时观看电影时学习著名演员的表演技巧,不断地为自己积累经验。 依次偶然的机会,张雨昕得知了一个模特比赛的消息,尽管那时她只有15岁,但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比赛。 在比赛中,张雨昕凭借着自己的美丽和独特的魅力,成功获得了比赛的冠军。 这次经历让张雨昕备受鼓舞,也对她的演艺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印象。 之后,她开始街拍一些广告和杂志封面,逐渐在模特界展露头角。 随着时间的退移,张雨昕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模特,然而她并没有满足于此,而是继续向着演艺圈发展。 在一次演员选拔活动中,她被一位导演发掘,并邀请她在自己的电影中出演一个重要角色。 张雨昕抓住这次机会,用心诠释角色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从那时起,她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,逐渐在影视界崭露头角。 在这个过程中,张雨昕经历了许多艰辛。 作为一名飞客般出身的演员,她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演技。 然而,她从不退缩,而是勇敢地面对挑战。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,她的演技逐渐得到了提升。 她也逐渐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。 进入演艺圈后,张雨昕接到了越来越多的影视邀约。 她开始在更多的作品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。 她的表演风格多变,从青春校园到古装剧再到现代职场剧。 她都能轻松驾驭。 每一个角色都是她用心诠释的,每一个细节都是她精心打磨的。 观众们无不被她的演技所折服,对她的表演赞不绝口。 除了在荧幕上的出色表现,张雨昕还以其亲切, 真诚的性格备受观众喜爱。 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,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弱势群体发声,传递正能量。 她的努力和付出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, 也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榜样。 随着名声逐渐上升,张雨昕还涉足了其他领域, 如主持、综艺等。 她以其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和活泼开朗的性格参与了众多节目录制。 在综艺节目中,她展现了不同于荧幕上的真实一面, 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她。 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她的个人简历, 也为她的演艺事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。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, 张雨昕终于成为了当今备受瞩目的女演员。 她的成功并非偶然, 而是凭借着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艺术的热爱。 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, 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作品, 让我们共同期待她在演艺界的更多突破与成就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